湍急的溪水夹夹着混濁的泥沙倾斜而下 把边坡冲刷出一座小瀑布 哪里是路哪里是河床已经完全封不清 这里是浦里骨通往亲近庐山方向的台十四线浦物公路 不过在好雨之后已经变成湍急的小溪 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水都一直来 就一直这样子很土石流 也就慢慢这个水就从这边都往这边流 住户说的心惊胆战 因为家园就紧挨着滚滚洪流 家后头的山壁已经崩裂 数不清的大小石块外加断裂的树盖 距离墙壁没有几公尺 往房子里头看地板到处是泥沙 电力也已经中断 一家园只得点起烛光咬牙守护家园 柔长寸断的不值浦物公路 误设到庐山之间的路段 也是庐山唯一对外道路也完全中断 关全区还等着救援 县府紧急开怪手抢修 从白天到入夜持续清除淤泥 但由于夜色太暗 目前进度落后 最快预计得到明天中午以后 浦物公路才可能抢通 三连新闻综合报导 好一场台风呢 再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不止如此 今天台北股市呢 也是狂点了258点 已经面临到6点